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相信 朋友比情人更死心塌地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相信 利益比朋友更坚步可摧 2017年 新日闺蜜张绍涵和范伟奇两人一同参加了《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后台张绍涵却称自己死活不愿穿范伟奇穿过的大白衣服 被主持人问到原因后 张绍涵用一句 何必呢 轻轻待过 而关于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或许大家隐隐约约有听说过了 那么新日的姐妹花为何反目成仇 她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里是闲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虚假姐妹真仇人的张绍涵和范伟奇 范伟奇和张绍涵在1999年和2001年一前一后地签约了福茂唱片 虽然说两个人签约的时间相差无几 但一个是福茂唱片自己挖掘的歌手 一个是林隆璇推荐的外来歌手 因此有媒体称范伟奇是福茂的亲女儿 而张绍涵则是洋女 2000年范伟奇在公司的精心包装下 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范范的世界》 然而这张专辑并没有像他们设想的一样大爆 2003年她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真善美》 奠定了她圣母的称号 也是在这一年张绍涵出演了偶像剧《海豚弯恋人》 并演唱了片尾曲《仪式的美好》 凭借着电视剧的热度《仪式的美好大火》 张绍涵的唱功也得到了福茂的关注 因此在2004年的时候 福茂为张绍涵推出了个人专辑《欧若拉》 这张专辑中的《欧若拉快乐崇拜》两首歌曲 更是成为了神曲 当时大街小巷每一家都在播放着快乐崇拜 张绍涵不仅火遍了大江南北 欧若拉还提名了金曲奖 她一跃成为了福茂一姐 而这时候的范伟奇仅仅是拥有了一首最初的梦想 外来的孩子火得一塌糊涂 自家的孩子却不见丝毫起色 于是为了捧红范伟奇 福茂便打算让养女带动亲女儿 将张绍涵和范伟奇捆绑在一起 2005年张绍涵和范伟奇合作了歌曲《如果的事》 这首歌不仅歌词暧昧 在MV中张绍涵和范伟奇的互动更是暧昧 福茂在宣传的时候还采用了 张绍涵和范伟奇男女通吃 拍MV搞蕾丝花边的通告 一下子就贴合了百合的群体 在机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此后张绍涵和范伟奇开始形影不离 一起上节目一起出席活动 范伟奇也在张绍涵的助力下 逐渐走上了事业的高峰 这首《如果的事》更是收录在她的新专辑1比1之中 2008年张绍涵因为心脏问题不得不停止工作 赴加拿大进行手术 就在这个时候张绍涵的母亲 却将张绍涵出道以来所有的积蓄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她还要求张绍涵将豪宅转赠给她 以及每个月支付150万台币的生活费 张绍涵没有答应母亲的要求 没想到张母居然向媒体诬陷她吸食违禁品、酗酒 并提供了她在病中憔悴的照片 为了自证清白 张绍涵主动去警局进行尿检 但是她的事业还是被影响 张绍涵无奈之下 只能当着媒体的面表示母女之间的情分到此为止 张母见张绍涵提了心不愿给自己钱 便联合了自己的前夫 也就是张绍涵的亲生父亲 一同控诉张绍涵弃养父母 在张绍涵29岁生日的时候 张母更是带着一众亲戚 将儿子和张绍涵的朋友围在了门口 企图逼问出张绍涵的住址 可惜儿子手口如瓶 争持下双方在门口上演了一场全打脚踢的闹剧 在这场闹剧中 福茂公司一直做毕上官 为了减轻大众的愤怒 福茂甚至要求张绍涵向父母向大众道歉 但张绍涵坚持自己没有做错事情 坚决不道歉 福茂便对他采取了半血藏的措施 而作为好闺蜜的范伟奇 却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直搞自己的事业 他趁机带走了张绍涵的助理 淡水旅 在淡水旅的帮助下 他以250万的代言费 接下了张绍涵500万代言费的相机代言 在张绍涵被诬陷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帮张绍涵说话 还在电台公然宣布 我一直觉得不孝敬父母的人 绝对不会是好人 而被问及张绍涵的合约的时候 范伟奇直接表示 万人的合约关我什么事情 被亲妈诬陷 被极品亲戚吸血 被好姐妹抢代言暗讽 当年的张绍涵 见识了人心所有的恶 他和范伟奇的关系 也彻底降到了冰点 于是在2010年的 北京咪咕演唱会上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名场面 张绍涵和范伟奇 再度合体唱起了 姐妹情深的《如果》的事 然而一个高高地站在台上 一个在台下一圈又一圈地走来走去 全程没有任何互动 没有任何眼神交流 2011年范伟奇发博为淡水旅庆生 说到前几年你辛苦了 受了极大的委屈 前几年的淡水旅还是张绍涵的助理 那么范伟奇的这话 就是在暗指张绍涵对助理不好 张绍涵的朋友不满范伟奇的暗潮 直接转发了这条微博并说到 照片里的人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谁都清楚 另一个朋友也转发表示 范伟奇多次指丧骂怀 是因为极度张绍涵各方面比他优秀 一瞬间这件事情演变成了双方粉丝的骂展 2011年张绍涵单方面宣布和福茂解约 他表示十年来自己一直把福茂当成家人 但是福茂却让他寒了心 就在这个时候淡水旅跳了出来 表示做人不是满嘴谎言的好 家人的感受最要紧 范伟奇随后评论道 愿我们都能用真诚的心待人 爱家人更是 两人一唱一和的嘲讽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强烈不满 更有人怒怼范伟奇 那把张绍涵的父母送给你好了 2015年张绍涵时隔五年再度举办个人演唱会 开始全面付出 也是在这一年 范伟奇和小S的姐妹情破裂 生完孩子的范伟奇和丈夫陈建州 一起参加了康熙来了 节目上小S直接吐槽范伟奇和自己的关系疏远了 范伟奇和吴佩慈、梁静如等人 建立了一个妈妈聊天室 但小S却不在其中 而范伟奇生孩子的时候 小S在知道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分奔到医院 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 没想到妈妈聊天室的成员早早就在了 吴佩慈更是全程陪产 范伟奇结识说那时候吴佩慈碰巧打电话给他 然而吴佩慈却发文称是接到了范伟奇的电话才赶到医院的 可见两人之间的友谊也不过如此 或许是为了报复小S 范伟奇在明知道小S由母婴产品代言的情况下 暗暗放冷箭 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小S给孩子换尿布 范伟奇和小S的事情上了热搜 连带着张绍涵也上了热搜 陈建中连发几条微博力挺老婆 但是半夜范伟奇却突然点赞了张绍涵炒作蹭热度的微博 面对范伟奇屡次三番的挑衅 张绍涵终于做出了回应 他发表了一篇长文 写到面对委屈要坚强 没过多久范伟奇被扒出学历造假 刚出道的时候范伟奇的哈佛才女人社激励了不少的粉丝 结果没想到他上的是哈佛社区学院 面对网友们的嘲讽 范伟奇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伪装过自己的学历 一切都是网友们误会了 2017年张绍涵和范伟奇同时参加了蒙面唱将猜猜猜 张绍涵打扮成铁娘子 范伟奇打扮成大白 在后台采访的时候张绍涵被问到 不会尝试的造型是什么 张绍涵说道大白那个吧 打死都不会是何必呢 然后两个人的恩怨再度被提起 2018年张绍涵参加歌手凭借一首阿雕成功翻红 在张绍涵翻红之后 他和范伟奇的陈年旧事又一次被网友翻了出来 护妻心切的陈建州发文表示自己接受所有的谩骂 因为他很黑 范范很白 结果张绍涵发文 黑白狗别乱叫搏关注 直接暗讽范伟奇和陈建州夫妻俩搏关注 面对张绍涵和范伟奇的恩怨 梁静如曾经发文力挺范伟奇 并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和范伟奇的合照 梁静如的粉丝曾经在微博底下喊话 要梁静如离范伟奇远一点 结果被梁静如拉黑 然而梁静如力挺范伟奇 范伟奇却背后使坏 2019年梁静如被传婚变 有媒体便向范伟奇这边一探虚实 结果范伟奇透过经纪人说到 隐隐约约有听说过了 无形之中证实了梁静如离婚的传闻 之后两人就很少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 微博也极少互动 2021年6月 徐若轩 林心如 梁静如 范伟奇 以及一位男网红一起直播 但是因为直播画面只能呈现4个人 所以网友们便看见 只要范伟奇出现 梁静如就退出直播间的画面 随后有网友发现 梁静如已经默默地取关了范伟奇 不少网友猜测两人有意已经破裂 范伟奇真的是凭一己之力 断了自己多年的友情 而张绍涵和范伟奇之间 这辈子可能是断不掉了 7月1日在党的百年纪念上 张绍涵晒出了自己获得的证书 有好事的网友将张绍涵拿着证书的照片 披上范伟奇你有吗 发给了范伟奇 范伟奇随后就把这个网友拉黑了 如今范伟奇算是半退圈 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希望他能珍惜身边剩下的人 而张绍涵 李旦曾在吐槽大会上说道 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不要埋怨 请看看张绍涵 经历了一路的坎坷 他实现了凤凰涅槃 面对往事 他或许已经释然 但他也说道 你伤害了我 我凭什么原谅你 世界已痛闻我 我可以抱之以歌 可对于亲手推我下地狱的你 我做不到原谅 也不必原谅 因为没有你 我可能不必经历坎坷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